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中共最高层在处理薄熙来这件事情的时候 狠狠地给他难看 现在似乎有个尼端 但依然不太确认 谷开来什么事情呢 我们在原来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 海外媒体报道 谷开来身边有两个外国男人 一个是英国人被他杀了 另外一个是法国人 法国人是个建筑师 那据说跟他关系呢 也非常亲密 是这么个关系 那这一次谷开来是什么事情呢 大概一个多星期之前 贺国强曾经到过柬埔寨 那这个法国人 我记得大概一个月之前有过消息说 他现在侨居在柬埔寨 那非常低调 而且他拒绝媒体对他的采访 他对路透社仅仅是表情说我自己跟谷开来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就在 贺国强到柬埔寨一个星期之后据说撂了几百万美金支持一个什么建筑项目 然后就传到柬埔寨的警察已经把这个法国人抓了 而且要引渡到中国 有这种说法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一开始提到的 我弄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这么去围绕着谷开来 没完没了 那如果客观的说 我们只能看到谷开来本身这个女人本身的这种丑陋的一面 不好的一面 可是接下来带来的呢 就把整个薄熙来完全毁掉 一个针针向上 一个完全代表着中国政府共产党形象的 这么一个唱红打黑的 有十足家族背景的 个人能力极其强悍 在今天中共政治局层面当中 能够顺出口成章的人 被自己的老婆 被自己的媳妇完全给撤开了 毁掉了整个国家的在社会当中的形象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这一点 那我大家品成什么样 大家就品 法广有篇报道 这么说的 中国要求引渡薄熙来案 法国人维多尔 文章讲说 与薄熙来谷开来案件有牵连的法国建筑师多威尔 已经在柬埔寨被捕 中共当局要求柬埔寨方面将他遣送到中国 金边当局还在犹豫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法雷罗对法新社说 法国领事馆提供多威尔需要的服务 法国正与柬埔寨当局取得联系 并追踪调查行动 消息讲说 金边市的警察局长告诉法新社 我们正在考虑将他转交给中国还是法国 中方已经要求将他遣送到中国 因为他在当地犯罪了 他又提到柬埔寨是与中国合作抓捕的多威尔 而到柬埔寨访问的是贺国强 贺国强掌控的中纪委 那审理的是薄熙来的案子 古开来的案子是应该在司法系统在处理 他是杀人案 那贺国强到柬埔寨去把这件事情处理了了 也就是说表面看起来多威尔是跟古开来之间的关系 实际剑指薄熙来 应该这么说就对了 因为我们前面很多的报道提到 三个人的三个案子是分开的 王立军古开来薄熙来 案子是分开来 分开不同的部门在处理的 所以我说这件事情呢 真正的呢 看来是要一定在什么时候完全坐实它 而这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们看到薄熙来依然被称为同志的原因 就是案子并没有结掉 文章提到说 薄熙来案件是中共数十年来最重大的政治丑闻 多威尔被捕 中方要求引渡此案出现的最新的转折 路透社日前报道 行踪不定的多威尔可能在博家涉嫌案中 所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由证据显示他与古开来之间 在感情上在生意上的关系都很密切 而多威尔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 明确否认自己是古开来的情人 他还说他并没有透过父亲的公司替古开来洗钱 大家记得古开来在英国的保镖 明确讲说2001年到03年 那古开来跟海伍德呢 在英国呢应该是同居的 01年到03年 薄一波还活着 薄一波还活着 而在薄一波的儿子当中 薄熙来是最有出息 而他的媳妇在那个时候就整他们 在那个时候就敢背叛博家 但表面上呢 却是薄熙来的得力助手 那多威尔这件事情呢 我们当初出来的时候呢 也是以爆料的方式 传说的方式出来的 那今天我们看到呢 又是真的 那古开来薄熙来的媳妇 呱呱的妈 是一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公共情人 或者说反过来讲说 那作为古开来讲 古开来来讲 他一个人就可以吃定一个英国人 一个法国人 并且替他们家干活把钱搬出去 你咋说咋压克 你咋说咋恶心 你咋说都会意识到 博家在这一次完全彻底完蛋 你咋说你也能体会到 共产党的内斗的铁拳 不给你打成肉饼 绝不是共产党 无论谁在这个体制之下 在处理的时候一定忘狠了呢 大家知道跟博谷开来有关系的这个案子呢 其实前一段呢 几乎直接涉及到他们家里的事呢 基本就安静了 那当时比较出头的呢 就是张子怡这件事情 张子怡这件事情被网上披露出来之后 我们一直提到说 他别说 他要说呢 后头我们这些看客确实有得看 但是张子怡确实就说话 而且采取了法律行动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他不仅仅针对着香港的苹果日报 他在美国针对博讯网站呢 也采取了确凿的法律的这个行动 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那就得正面对待了 这就是大家正规战开始了 对吧 不是忽悠珊瑚 不是这个了 那网上呢 博讯网站在昨天呢 其实登出了一个声明 这是第二个声明 针对这个张子怡的法律行动呢 有他一个说法 第一个声明呢 就是说他们接到了张子怡律师的 律师函 第二个说明呢 是讲说他们已经收到了 美国加州法院的通知 那文章题目这么讲的 说对张子怡起诉博讯的说明呢 表现出来的是张子怡的政治意图很明显 那博讯的主编呢 在6月18号已经接到了美国加州法院的通知 其中就有张子怡委托律师起诉博讯的这个文件 那中间介绍比较详细 但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呢 就是博讯网站立刻就提到有关张子怡这件事情的一个称呼 他这么讲说 在他原来的爆料当中从来没有使用卖淫一个词 他说但是呢 在英文媒体包括法院的新闻网的信息发布当中 都使用了卖淫一词 所以今天博讯网成立了一个专门热点专题 就叫做张子怡卖淫门 便于读者和各界呢 查阅案情 那这个热点名称呢 取材于英文报道 不是我博讯网说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评论了 但是呢 说到这儿我还是说那句话 这件事情往下走呢 我们就会看到非常多的内幕 真相 咱不叫内幕了 就叫真相 反正2012从年头一开始就这事 文章他提了几点 其中呢有一点他提到说 博讯对公共人物张子怡的报道呢 是对一个政治事件 薄熙来案件的一个重要环节 博讯本身没有动机 也没兴趣曝光张子怡的私生活 那张子怡在报道当中涉及到的腐败 权钱交易 作为对社会负责任的媒体 那博讯有责任将此事公布于众 还是明着干 对吧 我们只是把真相给大家伙 这就是博讯的态度 那后面这个态度呢 说法呢 跟我们最一开始触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跟大家解释的 我觉得就基本就是类似了 就是我们当时就已经看到会有这一步了 那文章讲说 博讯有关张子怡的报道上是严肃负责的 博讯编辑不怀疑其真实性 自从张子怡声称要起诉博讯后 博讯收到了张子怡小姐和更多政商交往的细节 涉及超过十人 如果进入司法程序 博讯将在法庭上和张小姐逐一对证 2012真相打白 那我们看到的呢 一切的一切呢 我们想说人在做天在看 对吧 这是咱民间说的话 这也是在微博上大家广传的一句话 我想说呢 这句话不是一句气话 也不要当成自己去对付别人的话 人在做天在看 这一句话应该每一个人都对自己说 而不是对别人说 当真正你相信人在做天在看 三尺头上有神明的话 人会自觉的秉承苍天所给予你的那种善念 善良道德良知 来约束自己邪恶的心理和邪恶的念头 当你真的意识到天神明在看着每一个人的时候 看着每一个人赤裸裸的想法的时候 看着每一个人那肮脏内在心灵的时候 看着每一个人去掩盖真相 试图获取利益和放纵欲望的时候 他一定是有所动作 这我一再强调一点 共产党在石潮眼睛里什么都不是 我也从来没入过党 但是共产党本身摧毁了中国人应有的基本的道德理念和生命概念 在我自己的眼睛里这是真实的 那我个人去这么解释 也是从这个角度 希望能够把我个人的认识与大家分享 这个案子怎么着 就是人在做 天在看 2012真相大白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